我们把这一段的主节念下去 前注于脑心所明 就是这个小随烦恼 小烦恼的法治意 是个小随烦恼 其中这一个 无名放逸懈怠不信昏沉掉去 此六者名为大随烦恼的法 大随他有八个 这里只举了六个 我们八个都介绍出来了 为自己因自身至卧死 唯一卧死而不开 执着之保 这个保是满的意思 这大随烦恼 自己不是不知道 知道了 知道怎么样 明知故犯 做不到 知道这八个 不好 这是自己的目死 可是 还是随身 改不过来 执着什么 执着做圆满 不用他人之建议 别人劝告你 你不能接受 在过去 还有人劝告 现在没有人劝告了 为什么 现在劝告的时候 你跟他戒怨了 你恨他 所以没有人劝告 我们今天只有在讲经 讲到这个地方了 把它讲清楚 讲明白 也是劝告大家 不是指定某个人 说的人没有故事 听的人 也不会再怪我 经上这么说的 祖师这么说的 就像 聂劳住这部 大经节 里面所引用的 193种经论 他可以说 这都是古神先先说的 不是我说的 他用心良普 也是在做 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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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从这一本书里头 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古人的 这个开示 教会 但自 懊恼 反问 果然 自己还有懊恼 反问 换句话说 这人还有一点良心 良心未免 只是 在外表上 在外表上 不接受任何人权口 自以为是 还是有一点良心 良心未免 又为二十 随烦恼之一 这是大随烦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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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